各位選用地科好好學複習講義的同學們 大家好 我是賈鴻老師 這個影片中要帶同學們一起掌握單元3的應考重點 首先看到主題9 大氣的運動 一風的影響因素 談到風很多同學會聯想到科試力 但要注意真正驅動大氣運動的是氣壓低度力 科試力則是影響風向而已 很多同學會覺得氣壓低度力是很抽象的 其實你把它想成了就是一股 把空氣從高壓推向低壓的力量這樣就對了 我們可以藉由秒懂便利貼的這個說明呢來判斷氣壓低度力的大小 在等壓線比較密集的地方呢就代表它的氣壓低度力比較大 等壓線比較寬鬆的地方呢就是氣壓低度力較小 那這個方式呢在主題12的天氣圖判斷上呢我們也可以應用到 影響風向的力量還有科試力與地表摩擦力 科試力呢主要是因為地球旋轉的作用下對風向的影響 那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影響風向的偏轉 那北半球和南半球不一樣的偏向作用 在北半球的時候呢會使風向偏向右側 那南半球的話呢風向會偏向它的左邊 那地表摩擦力的作用呢會使風速減慢 如果地表的性質越粗糙摩擦力越大 影響就會越顯著 那在影響科試力的因素上呢同學要特別注意到 科試力的影響呢要在地球上有 長距離以及呢長時間的運動下它的影響呢才會顯著 那如同我們平常走路啦或是開車那雖然有科試力的作用 但是它的影響是很小的 或者只是在游泳池裡面 游泳這個短距離的呢它的影響也是 很小的 那第二個呢 當物體在地球上面運動越快的話 所受到科試力的影響呢就會 越大 那 最後一個要特別注意的 如果 想要更精進的這個考生呢可以留意一下 地球上面 並非每一個位置上面所受到的科試力都相同 它會隨緯度而變化 那緯度越高的地方呢 受到科試力的這個影響就越大 相對的呢 遲到的科試力 是零 也就是不會受到科試力的影響 地轉峰 大部分的同學呢 對這個名詞都感覺到比較陌生 那地轉峰呢是指在 高空中的 風向 那它的特點呢 就是它的風向會平行 等壓線 這一點 同學要特別注意 因為它與我們直覺所感受到風的運動的方向呢 有很大的差異 我們通常會覺得風是由高壓向低壓 運動的 但是 地轉峰呢 是平行於等壓線的風向 主要的原因呢 是它受到了氣壓梯度力 以及呢 科試力兩個作用 平衡之後的結果 因此呢造成它的風向會平行 等壓線 也就是說原本由高壓向低壓的運動 受到科試力偏轉的影響 在北半球呢 它會向右邊偏 那最終呢平衡之後 它就會朝向 平行等壓線的方向運動 地面風 顧名思義呢 就是在 地表附近發生的風向情形 它會多受到摩擦力作用的影響 因此造成 風向呢 跟等壓線 有 夾角的變化 如 右邊的這張圖 我們看到 地表摩擦力呢 會隨著風的高度越高 地表摩擦力就越小 所以在 地表附近的時候呢 受到摩擦力的影響 風速呢 會較弱 隨著高度增加 風速會變快 另外它的風向呢 也會受到摩擦力的影響 在 地表摩擦力較大的時候呢 它會 與等壓線 有較大的夾角 那在高空中呢 摩擦力較小 風向呢 則會逐漸轉為與等壓線平行 那同樣在 地表附近 陸地的區域跟海洋的區域摩擦力大小也有差別 陸地區的摩擦力較大 海洋區的摩擦力較小 因此海洋區的風向呢 與等壓線的夾角也會略小 所以綜合以上的結果 我們知道 地表摩擦力呢 對風向的影響呢 主要摩擦力越小的話 風就會越平行等壓線 好學說力的部分我們看到 如果在白天的時候 位於海陸交界的地區 那麼它的等壓線與等溫線的分佈呢 如附圖所示 等壓線呢是實線 等溫線呢是虛線 那麼從這個附圖裡面呢 我們可以判斷出什麼事情 甲乙丙丁是個點 它的氣壓呢分佈的情況 我們可以藉由等壓線 來做劃分 甲乙丙兩點呢 因為在分別在這條等壓線的上下 兩側 一般來說 氣壓呢會隨著高度而下降 所以在這條等壓線之上的氣壓會比較小 等壓線之下的氣壓會比較大 同樣的在淨地表的附近 丙丁兩點呢也在這條等壓線的上下兩側 所以在 等壓線下方的氣壓值呢 會大於等壓線上方的氣壓值 所以綜合這個結果來看呢 我們可以得到 甲乙丙丁四點的這個壓力呢 應該是在 海面上的丙點氣壓最大 然後再來是丁點 那氣壓又隨著高度上升 氣壓下降 然後最小的是 甲乙丁 那溫度的這個關係呢 則藉由等溫線來判斷 那等溫線呢 也是一般的情況下氣溫會隨著高度 下降 這是在對流程裡面的氣溫分布特徵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呢 丁點的溫度 在這條等壓線之下 它的溫度會高於 丁點的這個溫度 因此 綜合氣壓與氣溫的關係 那海面上呢 在白天的時候會形成相對的高壓 陸地上呢 可以說是因為比勒小 升溫快 所以它形成相對的低壓 因此白天呢 好會有海風盛行的情形 接著我們看到主題時 天氣現象 造成天氣現象的主因呢 就是大氣中的水氣 所以探討天氣現象的時候 水氣的變化呢 就很重要 空氣中的飽和水氣壓呢 會隨著空氣溫度的增加而上升 也就是越高溫的空氣呢 它可以容納的水氣含量就越多 我們可以在右邊的 飽和曲線圖中看到這一條 藍色的曲線呢 就是 飽和水氣壓的曲線 它會隨著溫度越高 那它曲線呢 會成彎曲的上升 那在這裡我們可以計算得到 某一個 狀態的空氣 假設 A空氣塊的位置呢 在這個地方 它是 氣溫是40度C 那它的 實際水氣壓呢 是 30 百帕 而 飽和水氣壓呢 只是A點 對到 飽和曲線上面的這個位置 再對過來 它的飽和水氣壓是 70百帕 那我們得到這樣子的資訊呢 我們就可以去計算它的相對濕度 那相對濕度呢 就是利用它的 實際水氣壓 就是30 百帕 除以它的 飽和水氣壓 70百帕 乘以 100% 那計算出來可以得到呢 它的相對濕度就是 42.8% 相對濕度呢 我們通常用百分比來 表示 那當 空氣達到飽和的時候呢 它的相對濕度呢 就會達到 100% 那水氣就會開始發生凝結的現象 原來未飽和的空氣呢 它可以透過呢 增加水氣的方式 例如像這樣子 或者呢 降低溫度的方式 來碰到飽和曲線 都是達到飽和的狀態 那如果呢 是透過降低溫度的方式來達到飽和這個時候 所 降低溫度後 所達到飽和的溫度呢 我們就稱為 露點溫度 我們來 我們來藉由辯證是非題 理清一些有關水氣的概念 第一題 晴朗無雲的天氣中表示空氣是乾燥不含水氣的 晴朗無雲的狀態呢 其實只是說明空氣未達到飽和 空氣中呢 多少其實都含有一些水氣的 所以這一題是差 第二題 假設空氣塊25度C和 以空氣塊15度C均達到相對濕度100%飽和的狀態 那麼兩個水氣含量是 一樣多 雖然兩個空氣塊呢 都達到 飽和的狀態 相對濕度呢 均達100% 不過呢 空氣的飽和水氣含量會隨著溫度增加而增加 所以 理論上呢 溫度高的空氣塊中所含有的水氣量呢 會比較多 所以這一題是差 第三題 假設丙空氣塊 氣溫20度 露點18度C 和丁空氣塊 氣溫35度C 露點18度C 可知兩者 同體積的空氣呢 水氣含量一樣多 先前的 秒懂便利貼裡面有提到 露點溫度越高代表空氣中 實際的水氣含量 越高越多 這一題呢 我們看到 題目說 兩個空氣塊的露點溫度呢 均為 18度C 那麼他就代表了 兩個同體積的空氣塊 他的水氣含量 一樣多 經由露點溫度來判斷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看到這個好學說力 這個好學說力呢 非常的重要喔 因為他是命題大重點 是有關氣溫與露點溫度的應用判斷 同學可以看到這個附圖裡面呢 我們可以從中判斷出很多重要的資訊 那首先呢要掌握三個原則 原則 原則1跟原則3我們前面有特別提過了 原則2呢在這裡再增加一個補充 氣溫與露點溫度差越大呢 空氣的相對濕度就會越小 藉由他的溫差 來判斷相對濕度 所以附圖呢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來看 第一個階段呢0到6點的這個階段 氣溫呢呈下降的趨勢 那露點溫度大致持平 所以他的溫差呢 逐漸縮小 那我們可以判斷出相對濕度呢 是越來越大 到6點的時候 溫差最小 所以相對濕度呢在這一天中是最高的時刻 第二階段呢是6點到下午2點的時候 白天氣溫升高 那氣溫跟露點溫度之間的溫差呢就逐漸的 加大 那由此呢可以判斷相對濕度是逐漸的降低 那到下午2點的時候呢 溫度跟露點溫度差是最大的時候 那也就是 該天呢相對濕度最低的時刻 那第三個部分呢 我們 只看露點溫度 露點溫度呢在 早上6點到12點之間呈現上升的情形 那代表呢 那代表呢空氣中的水氣量是逐漸增加的 因為露點溫度越高 空氣中的實際水氣含量就越多 那這可能是因為白天日照的關係 水蒸發進入到空氣中 我們從一天當中氣溫與露點溫度的變化呢 可以判斷出以下這些資訊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呢 就是空氣在上升運動的時候 溫度的變化 空氣塊呢 如果產生了上升的運動 那麼它的體積呢 會膨脹 因為高空的氣壓會比較小 而空氣塊體積膨脹後 它自己的溫度呢會有下降的情形 那下降溫度的變化呢 可以分成未飽和的情況 以及飽和的情況 未飽和的情況空氣如果上升1公里 會下降10度C 那如果空氣下沉的過程中 溫度反而會上升 也是下降1公里 溫度上升10度C 飽和的時候呢 空氣塊上升 下降的溫度只有6度C 這是因為打飽和時候 水氣會凝結水 釋出淺熱加熱空氣的原因 自然界的情況呢 空氣在上升的過程 會有未飽和和飽和的情形 所以我們要多加判斷 一般來說 空氣在地面附近上升 起初呢 是未飽和的狀態 假設它上升1公里達到飽和 那麼在這個階段呢 會先下降10度C 從30度變成20度 達到飽和之後 我們怎麼知道它達到飽和呢 達到飽和的時候會形成小水滴 也就是形成雲 那在雲內呢 空氣在繼續上升的時候 那麼每上升1公里 會下降6度C 所以從雲底呢 20度C 再上升1公里 那麼溫度下降6度C 來到14度C 我們利用好好練體 來練習一下吧 第一題的題目敘述呢 我們如果可以把它用圖像表示出來呢 更好 那地面的空氣 空氣塊上升 形成積雲 雲底呢 離地面約2000公尺 那雲底 超過3公里 也就是在 地面3000公尺之上 那題目問3000公尺的高處 雲的溫度呢 大約是多少 那 這個28度C的雲上升到雲底 2000公尺 也就是上升的2公里化呢 他的溫度應該要降20度C 所以 28度C 減掉20度C 我們可以知道在2000公尺的雲底呢 他的溫度 大概剩下 8度C 那麼飽和的狀態呢 來到雲裡面 他每上升1公里會下降 6度C 所以在 雲內部呢 來到3000公尺的高度 還要再下降6度C 所以 8度-6之後呢 這個雲底的高度應該就是剩下2度C 第二題 農村跟藤震的大氣性質比較 下列何者錯誤 那遇到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同學的頭腦裡面呢 一定要想起 飽和水氣壓的圖示 那農村的溫度15度C 相對濕度80% 我們可以把它標示在這個地方 大約在這裡 溫度15度C 達到飽和的時候是100 所以大概八成的位置呢 這就是農村空氣塊的位置 那麼 藤震呢 溫度25度C 相對濕度也是80% 那25度C 來到這裡 藤震的位置 這個紅點 在這邊表示 好我們來看他的選項 藤震的飽和水氣量大於農村 藤震呢 飽和水氣量 藤震的溫度比較高 所以飽和水氣量會比較大 對喔 那 農村跟藤震的空氣水氣含量一樣多 兩個地方呢 相對濕度雖然一樣大 但是呢 藤震的氣溫比較高 飽和水氣量比較多 所以 空氣中的水氣含量 藤震的呢 會比農村的還要多 所以我們就找到這一題的答案呢 是 B 7呢 看他的露點溫度 露點溫度跟他水氣量有關係 那露點溫度呢 水氣量越少的露點溫度就越低 所以農村的水氣量少 他的露點溫度就較低 農村的空氣呢 未打飽和 對要碰到飽和曲線才打飽和 現在只有百分之八十 對 浴石兩地的相對濕度達到百分之一百 藤震所需要的水氣比農村多 好 因為飽和曲線呢 是這樣子彎曲上去的 所以 在 雖然都是百分之八十 好但是 他的 百分之百的這個 水氣量 要多 所以他要增加更多的水氣 才能夠 達到飽和 其他的選項都是正確的 主題 主題十一 大氣觀測 我們也有網速仰前進的這個題目來看一看有趣的大氣現象 這是 40年來最冷的跨年夜 2020年的 年底12月30日有強烈的寒潮爆發 這 第一張圖呢是台北氣象站在海拔高度5.3公尺的時候的氣溫紀錄 那下面這張圖是 玉山氣象站在海拔高度3844公尺的地方的 溫度紀錄 那藉由圖呢我們可以看看寒潮對兩地影響程度的氣溫變化 12月30號這一天 從 半夜12點 到 12月31號半夜12時24小時 台北氣象站記錄到的氣溫 一直不斷的下降下降 即使呢在12月30號的 中午12點 他的氣溫呢 仍然比 前一天的晚上12點還要來的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寒潮對台北的影響呢 非常的明顯 白天日出之後呢 氣溫仍然 逐漸 下降 這是受到強烈冷空氣的影響 到12月31號凌晨的降到最低 而玉山呢 同一天 氣溫 在12月30號的凌晨的時候 溫度在0度C上下 但是呢到了白天日出之後 溫度即回升到 11度 與台北的這個地面溫度呢 大約只有 1度C的這個差異 那中午過後呢 溫度又 越下降 到夜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波寒潮的空氣呢 似乎 並沒有影響到 玉山的氣溫變化 玉山的氣溫變化呢 仍然受到 太陽作用為主 白天日出的時候呢 溫度上升 過了午後 太陽輻射減弱之後呢 氣溫級 減的下降 主題12 封面系統與天氣圖 這個單元是 星課綱的重點 因為天氣與生活的應用呢 息息相關 那同學一定要學會看天氣圖喔 那天氣圖中呢 有許多天氣的資訊 首先我們可以判斷 高壓低壓的位置 以及呢造成天氣現象的系統 例如冷風 滋留風 暖風 那在這些天氣系統附近的天氣呢 多半是較不穩定有降雨的情形 也可以判斷出 天氣系統可能的 移動變化 推測呢 將來的天氣現象 另外在天氣圖當中呢 會有 氣象符號 那這個氣象符號呢 中間的這圓形部分呢 代表它的雲量 左上角的 數字呢 代表 氣溫 右上角的數字呢 則標示著氣壓 特別注意 172數字的氣壓呢 其實代表的是 1017.2 百帕 百帕 而尾巴 尾羽的部分呢 可以表示風向 例如 這樣子的這個畫法呢 代表的是東北風 那後方的這個標誌呢 則代表的是它的風速 那 短線呢 代表 5 5海里每小時 長線呢 是10海里每小時 一個旗幟呢 是50海里每小時 所以這裡加起來 50加10加5 一共是 65里 每小時的這個風速 這樣的風速呢 非常的快 相當於強烈台風中心的風速 接著我們來看到 再多加練習的進階問題 這一題呢 在海陸風的區域 那 題目呢 假設它盛行海風 盛行海風的話呢 那低層 的風向是由海洋 吹向陸地 高層呢 則是由陸地吹向海洋 那低層吹 南風 高層呢 就會吹 北風 那受到科試力跟摩擦力的偏轉影響 由於是位於北半球 所以它會偏向運動方向的右邊 所以低層的風向呢 會 有向東偏轉的這個情形 那高層呢 也是吹向它運動方向的右邊 那麼高層呢 是偏向這個方向好 它會向西偏轉 所以它風呢 會呈現黃色箭頭吹動的這個情形 所以低層的風向東偏 高層的風呢 會向西邊偏 答案呢 這個是西 第24題 25題 是颱風侵襲台灣的題組 由 圖中 颱風路徑圖呢 我們可以看出來 每隔一天 有4個颱風的定點 也就是每隔6小時呢 會在 路徑圖上記錄一次 颱風登陸台灣最接近的這個時間呢 是由8月7號到8月8號 那麼8月7號的6點 12點 18點 24點 到 隔天8月8號 6點之間 就是颱風的最接近台灣的時刻 所以這一題呢 我們可以 從圖上判斷出來 最接近的時候呢 應該是8月8號晚上的零點 相關圖表的判斷呢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台東氣象站的觀測值 氣壓最低時代表颱風中心登陸台東 那路徑圖上面我們看到 颱風呢 並沒有直接登陸台東 所以 氣壓值最低的時候呢 不代表他登陸 而是呢 最接近台東的時刻 是最接近台東的這個時刻 8月8號5點左右 台東側站因颱風中心下沉氣流時 溫度上升 這是溫度的 紀錄圖 在氣壓最低的時候有測到溫度上升的這個情形 但因為颱風沒有 直接登陸台東 所以這個下沉氣流並非颱風中心的下沉氣流 而是呢 受到過山焚風氣流的影響使得溫度上升 8月8號5點左右 台東側站的相對 濕度呢 明顯偏低 那溫度升高 而 虛線呢 為露點溫度的紀錄 露點溫度呢 下降 所以 溫度跟露點溫度差呢 變得很大 表示呢 相對濕度呢 下降很多 所以 答案呢 是 C 颱風侵襲的過程中 風向未發生變化 底下這是風向的紀錄圖 颱風侵襲 來襲前主要吹北風 颱風 經過之後呢 則轉為南風 風向呢 有明顯發生變化 8月4號到7號之間 太平洋高壓減弱颱風 的路徑 跟強度呢 受到影響 那這段時間呢 颱風持續向前走 如果呢 颱風高壓減弱的話 颱風路徑呢 通常會朝東北方 彎曲 所以這一個選項的敘述呢 是錯誤的 這是一個混合體的題主 請同學呢 先詳細閱讀題目再作答 26題 由乾濕求溫度計的副表 可以推之三角側站附近的空氣 相對濕度為和 那附圖甲呢 是三角側站所看到的 乾濕求溫度計的情形 那一般來講 乾求溫度呢 會比濕求溫度來的高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呢 乾求溫度 現在是25度 而濕求溫度呢 在20到25度之間 大概是22.5度的位置 所以乾濕求的溫度差呢 差了2.5度C 因此我們可以讀表得知 乾求溫度呢 是25度C 乾濕求溫度呢 相差了2.5度 所以 從表格對照過來 可以找到 這個時候三角側站的相對濕度呢 就是81% 81% 而三角側站的氣象觀測員觀測 記錄到雲底的高度呢 是1500公尺 所以 我們藉由圖來看 他看到雲底呢 是1500公尺 而氣溫呢 三角側站是25度C 所以空氣上升到雲底 形成雲的話 每上升1公里要下降10度C 上升1500公尺呢 下降15度C 所以來到雲底的溫度呢 大概是 10度C 那 山頂的高度是2500公尺 所以從1500到2500還要再上升 1公里 那在雲內呢 上升1公里會下降6度C 所以在 減 6度C來到山頂側站的溫度呢 應該是 4度C 因為山頂側站呢 在雲內 是飽和的這個狀態 所以 乾球溫度呢 跟濕球溫度測得的溫度 溫度數值呢 會相同 那 答案呢 應該是 B 這個情形 最相似 28題是估計被風波焚風發生 地面氣溫最高達幾度 並 數發生原因 那前題呢 我們得知山頂上面的溫度 山頂側站的溫度呢 是 4度C 那被風波焚風發生的時候 空氣呢 會下降到三角下 那下沉的時候呢 溫度會增溫 那每一公里呢 會上升 10度C 從山頂上到三角下 2500公尺 那麼 他的溫度呢 每1000公尺會增加10度C 乘以 2.5 所以到三角下呢 我們可以 估計他的溫度呢 會來到 29 9度C的溫度 好 那這個原因呢 就是空氣在下沉時 體積會被壓縮 那溫度上升 所以就發生 焚風 好 以上呢 是第三單元的 重點複習 希望對同學都有幫助 我們下一回見 請正常 到討論 一會兒 如果 他等於 往前 一會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